首先帶大家來關心 目前針對吳淑貞等一下來出庭的最新狀況 因為在今天台北天氣還滿涼的 因此大家特別關心吳淑貞 等一下身體狀況會不會受到影響 在剛才 典範秘書江世民是說了 的確吳淑貞在今天血壓是比較低的 但是還是會準時出庭 基本的話他的血壓都會比較低 這是今天出庭 但是他講是還好 因為現在出庭的開庭的時間都不會很長 那我想他應該還是可以面對 不會啦 他這個坪都固定了 他一定會按照法官的指示 他會準時的出庭 所以這個都不是問題 你確定日期了嗎 南些的日期 還沒有 還沒有 那一切都要等整個看護 等都能夠順利的交接 那如果一切都安排妥當以後 那我想他就會盡快的搬到南部去了 那現在這樣子的話 知道出庭的話 他整個行動上或是交付方面的話 我想還是應該還是以高鐵為主啦 一方便有江峻民是說明了 今天天氣比較涼 所以吳淑貞可能身體狀況會比較這個 讓大家需要關心一下之外 另外就是在未來 說是4月中有可能吳淑貞也要跟兒子跟媳婦一起搬到高雄了 那麼在未來是要搭高鐵來出庭 當然再等一下吳淑貞也會出現在法院這裡 我們等一下再給您來自現場的最新連線 而另外回到郭冠英的議題 是不是政府現在打算已經要為這整個爭議劃下了句點 我們帶你來看到今天還蠻特別的 有關朋友今天在早上看報紙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 那麼居然王玉琦他本身是總統府的發言人 居然他是需要透過媒體投書的方式 來表達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不過這說話的內容似乎是在幫馬總統在說話 因為針對外界批評 馬政府是不是在整個處理郭冠英的事件當中是太過於弱勢了 今天王玉琦他就說了 身為總統豈能不知無罪推定的道理 豈能不等到事實真相的浮現就率先來做論斷 那麼認為呢並不是馬總統弱勢 而是如果說呢總統一旦強勢成習 恐怕人們會反過來來批評他是末世人權獨裁專斷的人 所以呢這是對人權的堅持看似柔弱其實剛強 不過為什麼明明是一個發言人的身份 必須要透過平面媒體投書的方式來表達一下 好像在幫馬總統說話的感覺 沈醫生你怎麼看今天 我是覺得這個發言人王玉琦 到底寫出這篇文章記住之前 有沒有跟總統看一下 如果總統看了也同意他送出來 那總統有問題 但是如果沒有給總統看 那身為總統的發言人 這樣的做法我覺得是不妥 那這個是就郭冠英事件吧對不對 郭冠英事件其實如果不是在台灣 如果不是這麼敏感的議題 其實總統可以不講話 但是因為很敏感 所以我覺得總統講講話 其實也不妨也很好 但是這個無罪推定 應用到郭冠英的身上 其實我覺得大可不必 因為第一時間點我們就曉得 他講的有個卵蘇共 如果馬總統都不認為這個是卵蘇共 才到無罪推定 那這個總統是有一點遲鈍 但是不管如何 實在輪不到總統發言人 投書給平面媒體 寫這樣的文章 好 我們這邊先打斷一下 再回到北院這裡有最新的消息 那麼吳淑貞現在人已經來到了 台北地方法院 我們要連線給我們現場的記者戴秋柔 好的話題上您可以看到 就是吳淑貞就在剛剛一分鐘之前 已經抵達了台北地檢署的門口 目前正來往第七法庭的方向來移動 畫面上您可以看到 吳淑貞今天還是穿著一個 厚的橘色的大外套來現身 看得出來今天氣色狀況似乎沒有很好 那麼他這個扁辦律師 扁辦的秘書也講到說 事實上最近天氣比較了 吳淑貞的肌肉比較容易有痠痛的情形 再加上可能血壓也會比較低 所以隨時都要來注意吳淑貞的狀況 那麼另外我們還可以觀察到 是陳志忠今天來陪他一起出庭之外 而且兩名看護一高一矮 那麼其中當中比較高的穿 這個粉紅色上衣的這一名看護呢 可能就是新聘來的看護 那麼一舊一新的看護搭配 主要是要來讓新的看護 適應他的整個吳淑貞的照顧情形 主要就是因為吳淑貞在最近 很有可能就要搬到高雄 來和兒子媳婦一起居住 那麼扁辦的秘書也表示說 到時候吳淑貞開庭都還是會準時到庭 而且會選擇以搭高鐵的方式 那麼現在吳淑貞是已經進入到了第七法庭 而今天則是會找來前總統府的秘書長 馮瑞玲還有會計 邱瓊賢來到法庭裡頭來坐鎮 那麼以上是目前最新情形 先把現場交還給彭妮直播 好 我們謝謝邱榮最新連線 我希望大家是要簡單更正一下 今天要出題呢 其實總統府的前會議長 B前秘書長馮瑞玲 那麼在吳淑貞的部分呢 目前也已經來到了法院這邊 準備等一下呢 就要來進行對職 當然最新的法庭實務 我們會帶給大家 而回到在剛才 為什麼總統府的發言人王玉琪 透過平面媒體還是一小塊一小塊的篇幅 要來幫總統來說話 我剛剛對沈大醫師的看法 我有比較不同的見解 我覺得王玉琪 他如果用發言人的身份講 他是代表總統府 總統發言人 他發表言論他是代表總統府 但是他用投訴的方式 如果他是直接寫王玉琪 我不曉得他會 他是寫王玉琪總統府發言人 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是編輯把它加上總統發言人 讓人知道他是發言人 其實我是覺得也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是代表他個人的見解 他不是說王玉琪當總統府發言人 他所有的講話都代表總統府 不是 王玉琪對其他有些事情 他其實也有他的見解 可以 但是我是覺得他這一篇 王玉琪 不需要用到他本人來寫這篇文章 因為這篇文章沒有什麼高明之處 你同樣的意見 找一個專家學者 隨便找一個人 蔡正宜 幫你寫一下 你就可以表達同樣的意思 可以表達同樣的意思 那至於講到無罪推定 我覺得他王玉琪 他指的是怎麼樣 指的是說 新聞局當初處理的時候 因為范蘭卿到底是不是郭冠英 還沒有那麼確定 所以他就回應大家認為說 算不夠明快這一點 現在來看這個 當初的明快不明快 其實已經沒有那麼重要 就算有所拖延其實也沒有拖很久 因為他已經被免職了 後面這個免職 把他前面的明快不明快 其實都已經蓋掉了 那我是覺得 這個馬英九 適度的跟這個族群的關係 我認為他沒有必要 一有族群的事情馬上挑出來講 因為大家其實都知道 馬英九是最怕族群問題的 馬英九絕對不會主動去挑族群問題 他就怕別人挑族群問題 他怎麼會主動去挑呢 這個其實大家都有共識了 那一個郭冠英 講一些這些族群問題 是該受譴責 然後馬英九馬上 第一個挑出來譴責的話 你何必把自己跟郭冠英連在一起呢 我倒是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蔡委員會不會覺得 其實這篇文章 會變成是迂迴的 在幫馬總統發言 然後希望為這件事情 劃下最後句點 以後呢 這件事情跟馬總統 我們就不要再特別去碰他了這樣 這個投書是非常白目啊 為什麼科技講非常的白目啊 郭冠英白目就白目 第一個 作為總統府的發言人 要注意一點 就是你任何公開發言人 幾乎就是總統府的發言人 就是一個發言人 這個角色的定位 你不可以說 對不起啊 這個我其他的公開發言 這一部分才算代表總統 這邊不算 沒有這種事情 因為你就是有那個身分嘛 對 就是那個身分 像郭冠英他就是一個 當時就是一個新聞 因為談論就是一個公共議題嘛 你不是說 總統府跟老婆去哪裡吃吃飯 不是 兩碼子是 第二個 這個內容本身 說無罪推定 我們現在一直在講 這是個行政上的問題 又不是法庭上 沒有到法庭那什麼 無罪推定不無罪推定 無罪推定只適用在法庭上 這個法庭沒有什麼關係啊 你公關在講 講什麼愛怎麼捅 愛怎麼讀的話 完全是言論自由 只是我們在行政的這個範圍裡面 你領我國家的薪水 你就不應該有這樣的言論 不要有這種作為嘛 你頂多能放在自己腦海裡 你就不能寫文章去收東收西嘛 這是最基本的倫理規範 這最快 其他沒有 剛才有個觀眾朋友提到說 要不要一定要標準 當然我們盡量去力求標準一致嘛 對莊國榮一樣標準一致 提到為什麼莊國榮不受除 莊國榮當時包括我在內 我們多少藍軍的立委 痛批杜正勝跟莊國榮 民進黨有沒有受到慘痛的教訓 有啊 立委選舉輸了一塌無毒啊 我們到處拿這兩個來修理他們啊 輸得很慘啊 他們付出很慘這種代價 然後麻煩就是莊國榮 後來在有一個學校的 那個什麼教師評議委會啊 什麼會裡面啊 決定說他的言論已經超出 做老師應該有的標準 那個也跟刑法跟法律沒問題 我們要求請一個老師 他的舉止言行 哪些是可以被忍受的 哪些不能被忍受的 結果那個學校裁定說 他聘書任期到了 不應該什麼 不讓他由公務機關轉回學校 就不聘任他回學校 這人家大學做好決定 已經不續聘了 也是王毅錡代表總統出來講說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讓他續任啊 你王毅錡這麼白目管這種事情幹什麼 還是說其他總統府的關聯要你管這種事情 難怪剛才觀眾朋友看的不爽 對不對 你標準不一致嘛 你為什麼這個王毅錡亂講話 好啦 然後民進黨請他走路 是民進黨政府請他走路的 然後他回去想要學校申請這個負職 人家學校不請他 那你幹你總統什麼事 幹你王毅錡什麼事 你跑出來說 啊 這不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去請他 其實他到底是不是在幫馬總統 其實是馬總統 我是說人家會聯想在一起嘛 那你就讓你如果今天過關 新聞局幫你裁了 好啦 今天他跑到一個公務機關裡面 當然民間機關是無所謂的啦 那到公務機關裡面 那公務機關說 我該不該請你來當我這裡 一個公務機關的公務員 那你想一想說 這個 這個好像你過去言行 已經不太適合 結果突然就跑來一個 總統發言或行政發言 說那不行不行 那個要去聘用 那不是白目嗎 怎麼那麼多白目 剛好在這個時候都出現了 真奇怪 惠恩怎麼看這個東西 他會做的回應 是因為郭正亮的那篇投書 就是郭正亮那篇投書 他的意思就是說 馬英雄是個弱勢總統 我看的那個投書我覺得 也沒有說批判的很嚴重 或怎麼樣 覺得四平八穩的也還好 就郭正亮他的意見這樣子 那有沒有必要針對一個 民進黨的前立法委員的投書 因為郭正亮他 他長期會在中國時報寫稿子 又不是第一天寫 所以王玉琦是很嚴重的誤判 剛剛沈醫師提到說 如果投書之前拿給馬總統看 那馬總統要檢討說 怎麼那麼笨 那如果馬總統沒看過的話 馬總統應該把這發言人給換掉 我王玉琦或是像蘇俊斌 可不可以去投書說 特別註明說 我現在不是用總統府發言人 我現在不是新聞局局長 我要發表我個人的意見 可以嗎 可以 但是非常不恰當 你還是坐在那個位置上說 我現在是用一般老百姓的身份發言 我現在不是代表行政院 也不是代表總統府 那可以啊 那你辭職啊 不要幹啊 那你只要坐那個位置一天 你的一舉一動 不要說你這個正式的投稿 一舉一動 人家都以為你代表總統 你代表行政院 因為蘇俊斌跟王玉琦 我這樣講是不太公平的 但是他們都太年輕了 年輕到說坐那個位置 一直被批評說 你們到底是會行啊不會行 我一直認為王玉琦跟蘇俊斌 表現都不好 不夠好 那特別是王玉琦 不過今天蘇俊斌 你還是稍微有稱讚他一下 蘇俊斌是因為被蔡政委 被蔡政委罵得很慘 那為什麼 今天我有稱讚他 覺得他今天講得還不錯 對 我是尊重蔡委的意見 就個別的表現 那王玉琦的表現我覺得欠陀 做這個投書去解釋郭冠軍的東西 輪不到你發言人來講 除非總統叫你講 那可不可以出來互主 我舉個例子 羅志強啊 就以前馬英九選總統的時候 他才是正牌的發言人 羅志強啊去年 這個馬英九選後之後 沒有給他做任何安排 結果他接受雜誌專訪 寫了一大篇 把我們媒體也修理了一番 就互主啊 幫馬英九講話 結果是什麼 結果馬上就派中央社幹副社長 那王玉琦是不是也依樣化忽略說 這位我也沒有幫總統辯護一下 總統叫郭聖亮 恭喜弱勢總統 我是不是來幫總統辯護一下 如果馬旁邊的人 有這種心理的話 那是很危險的 總統去幫忙 去幫忙收理 我快點幫總統說幾句話 當初阿扁就是被這些保皇派 這些阿扁旁邊的人所蒙蔽 現在馬旁邊如果都是像王玉琦 羅志強 什麼高朗 陳昌文 如果都是這些人說 總統如何如何 這些人能夠在馬英九旁邊 可是沒有辦法浮捉馬英九 反而是說拍馬屁啊 這個抱大腿這種 這種類似這樣的狀況出現的話 我覺得馬要小心了 自己也要輸贏了 這個不太像說以前的馬永成 或林哲勳那種角色 不是不見得會去幫他談吾 但是呢 會蒙蔽總統的眼睛和耳朵 那是非常可怕的 好 我們進一段廣告回來